叶子是那种言谈无忌的开朗女孩 每天下午三点 她都会准时来我店里 一边吃着盒饭 一边跟我分享KTV里的趣闻 她曾跟我说起第一次做公主的经历 也跟我说起第一次被客人开游 第一次陪酒醉成挺师 第一次收到回头客的礼物 如此云云 然而她却始终坚持着底线 绝不出台 我笑了 因为我觉得根本不可能 毕竟KTV里的公主 我接触的实在太多 她们经常找我倒腾金银首饰或奢侈品 如今适风日下 鲜少有坐这一行的能坚守底线 即使起初冰清玉洁 但眼看着身边的姑娘们 陪客人睡觉就能拎得起名牌包 租得起漂亮宽敞的公寓 久而久之 内心就会动摇 理由呢 我问 她抬起头 劣质眼影勾勒出一双干净的毛子 十分坚定地说 我出来之前答应过我妈 绝不做出格的事 她拿起吃尽的泡沫饭盒 扔到店门前的垃圾桶里 留给我一道纤细婀娜的背影 匆匆走入人潮 我看着她渐行渐远 没来由地想起一句诗 这门前 本就是个人下雪 各有各的隐晦与皎洁 偶尔叶子会穿着碎花裙 将自己打扮得清纯可爱 踩着凉鞋去附近的服装市场闲逛 不得不说 叶子很会打扮 她妖娆地身影走过 会带起一阵花香雨瞩目 她也总是像个小女人 喋喋不休地告诉我 自己用最少的钱 买了多少好看的衣裳 还会提着水果来找我唠嗑 或是帮我带午饭 我知道叶子很孤独 这种孤独体现在她的言语之中 她会跟我唠嗑 长达数小时而不反逆 久而久之 叶子和我愈发熟络 也主动聊起家里人 原来叶子曾有完整的家庭 但在她十五岁时 病重的母亲不幸撒手人寰 而母亲弥留之际 更告诉叶子一件尘封许久的往事 我妈在去世前 亲手交给我一个金镯子 叶子从包里摸索一番 诺 就是这个她还跟我说 其实我有个妹妹 我接过金镯子 不无惊讶地问 妹妹 是啊 我很小的时候 因为家里实在太穷 妹妹就送人了 所以我从没见过她 叶子的眼中闪过一丝无奈 后来我妈快不行的时候才告诉我 还嘱托我 一定要找到妹妹 帮她完成遗愿 之所以给我金镯子 是因为当年她给我和妹妹找人做了一段 她说停这对镯子 我就能找到妹妹 我把关这金镯子 发现确实有些年头 而且质地较硬 种种细节体现出 当初打造这枚金镯子的人 记忆并不精湛 用料也不是很好 仅是将一个掺杂了纯金的铜镯子 捏成环 行画叫彩金 颜色比纯金要深 重量要沉 经扎色等工艺处理过后 会和纯金在外表上极为相似 普通人难辨真假 这不是纯金的 我把金镯子还给叶子 她点点头接过 自嘲似地笑笑 我知道 我们家那会儿连饭都吃不上 哪有钱买金子 所以 我犹豫了一下 你找到妹妹了吗 叶子转头看向窗外 我十五岁离家出来打拼 到现在二十二 整整七年 我走过了很多地方 都寻不到妹妹的音讯 很奇怪 叶子第二天并没有照常出现 我甚至对此有些不习惯 盯着柜台前她每天必坐的那张椅子 心里老觉得不踏实 又隔了几天 我才终于见到略显憔悴的叶子 虽然天很热 她却穿了一件长袖 而她这次来 是想把金镯子出手给我 对她来说 于茫茫人海中艰难寻亲 无异于大海捞针 况且时隔二十年 叶子从未见过她的妹妹 关乎妹妹的记忆 也只是母亲临终前之言片语的描述 我理解叶子的难处 但不认同她将金镯子出手 这镯子我不能收 怎么了 因为这是你母亲去世前留下的遗物 我从来不收这类有念想的物件 叶子低下头 我看不见她的眼睛 却听她声音变小 可我需要钱 你不是赚得够花吗 我有些惊讶 毕竟叶子一直精打西算地 过活 我从未看到她铺张浪费 哪怕是天天吃盒饭 也从不剩一粒米 我自己肯定是够了 但我想换个地方住 她的回答令我很意外 你自己不是也说过 隔壁的旅舍干净还舒服 关键是便宜 老板还愿意长期租给你 实在想不到 比这儿更合适的住处 叶子迟疑了一下 眼神有所躲闪 对 我是说过 她继而抬起头 咬了咬干涩的嘴唇 关键是我不能再待下去了 我有些诧异 你是不是遇上事了 叶子把金镯子 往我面前推了推 表情有些不自然 甚至于往日里 言谈无忌的她相比 显出几分陌生 你别问了 算我求你帮个忙吧 回头我再请你吃饭 直觉告诉我 叶子并不缺钱 而她之所以 急于出手金镯子 另有难言之隐 我看着她 有些无助的模样 只好叹口气 行吧 那我先帮你留着 给你钱 你先用 什么时候 你想来熟了 就来找我 我肯定帮你保管好 我写下一张收据 画押后交到她的手上 叶子重重点头 眼睛里闪烁着感激 谢谢 虽然她给我的是 掺了黄金的铜镯子 但我还是同意收下 我也不知为何 要帮叶子 可能是一想到 她每天在我面前 吃着最便宜的盒饭 还和我兴高采烈地唠嗑 就觉得无法拒绝 然而几天之后 惊传噩耗 叶子死在了附近的小巷 警方初步推断 她是因遭受暴力性侵 导致出血羞克而死 事后 我作为与叶子 接触最多的人之一 也被叫去问了话 我讲述了和叶子 相识的经过 也说了她的家庭背景 以及我所了解的 关于叶子的一切 都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 包括那枚略显斑驳的金镯子 之后 我被告知 叶子给我留下了口信 一张皱皱巴巴的收据 背后是一行歪歪扭扭的字 金店老板 请一定要帮我 字迹很是凌乱 像是叶子在酒后写下 后面的话 虽然没有写完 但我已然猜到几分含义 经过一番讯问 警方暂时排除了我的嫌疑 告知我静待调查 如需配合 会随时和我联络 走出派出所的那一刻 我脑海里不断浮现收据背面的遗言 隐隐之中 我突然生起一个可怕的念头 或许叶子早已预料到自己的死亡 所以她才在临死之前 迫切地将金镯子送到我手上 她留下的唯一口信 就此成了对我的临终所托 如果要说叶子这一生 还有什么执念 我唯一能猜到的 大概只有一件事 那么收据背后的字 也就变得完整 金店老板 请一定要帮我 找到妹妹 想到这儿 我抬起头 一埋密布的天空 随之下起了雨 这天下午 我整个人都有些魂不守舍 我一直认为 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 如果形成了某种长期的习惯 再想打破 就会异常困难 比如眼下 我望着柜台前的空空如也 忍不住回忆往常的下午三点 叶子都会手捧盒饭 准时出现 和我热络地谈天说地 但此刻 只留有一张椅子 我转头看向 店外淋淋淋淋的大雨 思索了许久 直到一辆熟悉的大奔 缓缓映入眼帘 我的熟客 同时也是报社记者 李叔下车以后 冒着大雨推门而入 你怎么来了 嗨 别提了 主编今天中午得了信 说你们这条 街上出了命案 死者是一个KTV的公主 所以主编让我挖掘材料 写一篇相关的社会报道 你们主编可真是耳目灵光 上回我被活埋那事也是 不到两天 我就看见自己 趴在坑里撅屁股的照片 出现在晚报头条 我不无抱怨地嘲讽 李叔尴尬一笑 那我不是也照顾你到出院了吗 好了 你有听说这桩命案的经过吗 我叹口气 告诉他 我不但目睹了命案现场 我还跟死者认识 于是在李叔惊讶的目光中 我把来龙去脉完整的口述一番 李叔猛地一拍手 哎 咱们帮他找妹妹吧 啊 我怀疑自己没听清 你再说一遍 绝对很刺激 李叔两眼放光 失散二十年的亲妹妹 一对象征血脉不离的金镯子 是姐妹俩相见确认身份的唯一信物 这可是绝佳的新闻素材 如果再能帮叶子找到妹妹 这篇报道就大发了 我紧皱眉头 你这 不太好吧 不啊 李叔当即否定 第一 我写的可是严谨的 反映社会底层现实的新闻报道 第二 关键人家给你留下了遗言 这事你要不帮 我都觉得你不仗义 听他这么说 我下意识看向柜台前空荡的椅子 不自觉浮现出叶子 手捧 盒饭的阴容笑貌 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 冷静思索了大约三秒 我问 说吧 怎么找 我不得不承认 帮叶子找妹妹 是非一事 但并非一丝可能都没有 叶子虽离家七年 未曾间断找他妹妹 却一直不得音讯 其实有着无法忽视的客观因素 一来 年纪尚浅的叶子能力 和资源有限 实质离世 叶子一直过着较为拮据的生活 二来 叶子虽然答应了母亲 要找到妹妹 可在个人生存的前提面前 找妹妹这件事要屈居于后 况且 叶子从未求助于媒体 或有关部门的帮助 她所付出的最大努力 往往只是在闲暇之余 逢人打听 但礼书不同 她掌握着报社的媒体资源 与信息渠道 外加其本身 有一定财力和人脉 且 还有混迹社会多年的 我充当临时帮手 所以 我们对帮叶子 寻找失散多年的妹妹这件事 很有信心 最开始 李叔以报社名义 联系了负责叶子案件的刑警 试图了解更多线索 但对方却以不便透露 调查进展为有婉拒 但得知 我们是要帮叶子 寻找失散多年的妹妹 刑警老大哥在两天后 打来电话 说可以告诉我们一个 暂时看来与命案 关联不大的信息点 原来 在叶子出事之前 他额外租了一间房 就在他所住的 108房隔壁 109 然而很蹊跷的是 这间房子 叶子并没住 经过刑警队初步勘查 也并未发现任何可疑 再加上叶子的案发现场是小巷 所以初步排除了109房 与命案有关的嫌疑 那么疑问来了 叶子在有房可住的情况下 为何会额外另租一间房呢 刑警老大哥的意思很明确 我们对警力严重不足 为了应付这桩案子 还得临时从兄弟单位抽掉人手 如果你们记者感兴趣 可以顺着这一点 调查下叶子的社会关系 一旦有任何发现 务必及时沟通 也算帮了我们大忙 所以当我和李叔来到隔壁的庆华旅社后 店主老张头没有丝毫惊讶 你们来 是为叶子的事吧 李叔把记者正在回包里 开门见山地说 对 但我们主要想了解 叶子出事前 多租的那间房 老张头瞎了一口 咽茶 和上杯盖子 这事我也不理解 叶子有自己的屋 租第二间的时候 他只说是给朋友租的 因为叶子 这小丫头人挺实在 老给我送水果啥的 所以我当时也没多问 我接过话查说 那您见过他 领着朋友来吗 没有 老张头撇撇嘴 我一回都没见过 那 李叔看似无意地掏出记者证 试探着问 您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看 老张头呵呵一笑 背着手转身招呼 跟我来吧 打开门的那一刻 我和李叔对屋内的简洁摆设 感到十分疑惑 因为完全不像是 有人住过的模样 老张头也很困惑 我头一回遇到这种 花钱却不住的客人 连这床单被褥 都还是新的 观察着室内的洁净 我突然想到一个独特的角度 会不会是叶子的朋友走之前 帮您打扫过了 不可能 我开旅社这么多年 从没遇到过这么利索的 他总不能自己 抱着床单被褥 去外面干洗完 再给我送回来吧 听了老张头的话 我和李叔环顾四周 对面前的一尘不染 愈发感到蹊跷 这实在太反常了 按理说 花钱租下 肯定是要住 没有人会花了钱 却完全不住 难不成是钱多到没地方花 很显然 叶子并不是这种 有着独特怪癖的大款 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老张头却画风 一转 压低了嗓音 敲咪咪的说 对了 我昨才想起来 之前我在这屋 捡到过一个东西 还没来得及上报呢 啥 我愣了愣 您没给警方说吗 老张头挠着稀疏的头皮 不无尴尬地说 年龄大就是不计事 左我一忙活就给忘了 准备今天联系警察来着 但我说实话 不太愿意跟公家人打交道 正好你们来了 干脆你们帮我转交吧 说着话 他转身走向柜台 摸索半天 却是找出一个小纸盒 继而走过来 交到我手上 似乎不想与此事再生瓜葛 老张头简单交代 我们两句后 便转身离开 我跟李叔对视一眼 走进一百零九号房间 轻轻把门关上 这一刻 我捧着小纸盒 不禁有些紧张 接着满腹狐疑地缓缓打开 可当我看清里面的东西 忍不住心头狂震 李叔更是啊 地一声尖叫 慌乱地连连退后 抱着肩膀缩到墙角 我咽了口唾沫 稍稍镇定 将盒子里的一张泛黄照片 连同一枚金镯子拿出来 平摊在掌心 再看向李叔 只见他如同白天撞鬼 双眼之中满是恐惧 照片里的人 是个女童六七岁的模样 但他便及全身的伤痕 乃至双臂上密密麻麻的烟巴 无不触目惊心 而在他的左手腕上 戴着一枚顶大的金镯子 与叶子生前出手给我的那一枚 十分相似 李叔带着哭腔 让我赶紧把照片放回盒里 求求了 我有密集恐惧症 我也甚得慌 我手忙脚乱地刚要把照片装好 却看到照片的背面 有着一行不太清晰的小字 估计是因为时隔太久有些吊骰 但凑近几分还是能勉强看清 1997年 向山 哎 我把照片反过来 示意李叔快看 向山这地方你熟吗 我感觉好像在哪里听过 李叔摆我一眼 那不就是叶子的老家吗 啊 对对对 确实是叶子的老家 我说着话 只见李叔捏起吊在地上的金镯子 就没问 哎 我记得你之前说 这金镯子不是上交刑警队了 怎么出现在这儿 我凑近几分仔细打量 片刻后 我笃定地摇头 不对 这不是我那天收的镯子 这是另一个 你确定 李叔的脸上显露一丝惊恐 过我眼的黄金首饰 没有一万 也得有一千 我至于骗你吗 我一手抓起镯子 一手抓着照片 你看这小孩戴的金镯子 是不是有一道明显的划痕 听我一说 李叔忍着害怕凑近看了两眼 迅速转头后 不禁犯起了嘀咕 还真是 那叶子给你的金镯子 有没有划痕 我百分百肯定地回答 绝对没有 但凡我入手的物价 我都仔细把关 有任何瑕疵 我都会当场告诉主顾 以防他们出手以后 如果回头来赎会找我麻烦 李叔的表情更加凝重 思索一番后 问我 这枚镯子 很可能是叶子妹妹的 照片里的小女孩 也是妹妹 这么说的话 叶子应该是找到她妹妹了 我摇头说我不知道 既然刑警队的警察 没提 老张头也说 没见过除叶子 以外的第二个人 那这枚镯子出现在这儿 就很诡异 不过李叔的假设 不无道理 原本这枚镯子 应该在叶子妹妹手里 等待两人相见的时候 互相确认 可眼下却出现在这间 干净整洁到异常的房间里 直觉告诉我 叶子在她妹妹离散的 整件事上 没说实话 背后 或许另有隐情 一日 我和李叔商议一番 决定去一趟 照片里提到的地址 同时也是叶子的老家 向山 向山不远 驱车两个小时便可到达 方一入内 就看见一座小村庄 错落有致的建在山岗上 四周草木丛生 矮山便利 到很像无人打扰的世外桃源 但过眼而退的破败土屋 还是毫无保留展现出 向山的贫穷 破费了一番周折 我们找到了当年的老村长 向他了解叶子的童年 村长的枝叶子的死讯时 苍老的面容上满是惊讶 啥 你说叶子那闺女 李叔小心翼翼地点点头 嗯 月初时候的事 村长点起了一根烟 重重抽了两口 问 那你们来村儿李 是为了啥 李叔简要说明来由 并特意提到 我们是为了帮叶子完成遗愿 想找到他妹妹 所以才来打听 村长看了李叔的工作证 长叹一声 哎 叶子这孩子命苦啊 我接过话茬 怎么说 当年 俺们向山家家户户的男人 都出去打工了 但他爹不是 他爹是出了名的酒根子 酒根子是方言 大义是指每天靠九度日 无可救药的酒鬼 后来 他爹喝多了 就打他们母女俩 一天三顿喝 就一天三顿打 后来不知咋的 长哥突然不见人了 他妈被打得落下一身病 年纪轻轻的也没了 那孩子没爹没妈 干脆就离了村儿 去外头闯 我对此十分震惊 毕竟叶子此前只是提到他家里人 却从未说过他的童年竟如此不幸 成长环境更是恶劣到极点 同时我敏锐察觉 道话里的不对 母女俩 那他妹妹呢 妹妹 老村长皱着眉头 家烟的手顿住 你们刚才说要帮他找妹妹 其实我心里还犯嘀咕 按你俩说的 叶子他妹妹 如果刚下声没多久就送人了 我还真不清楚 因为那会儿 我在后山组织村里人挖渠 天天在山上吃住 得有小半年没回家 他说完 想了想 转头朝屋里喊 哎 老婆子 那谁 叶子他们家 有个二孩 你知道吗 穿着围裙的大娘文生 边从屋里走出来边说 谁 叶子家有二孩 嗯 也是个小妮儿 比叶子晚出生 村长补充了一句 可大娘面露难色 看着我们摇了摇头 我对此倍感意外 那就奇了怪了 按理说 村里天丁 大爷您当时是村长 应该知情啊 村长却压低了脑袋 小声说 村里有啥红白喜丧的 我应该知情 这不假 但那年月搞计划生育 谁家有个二孩 别管男的女的 都不敢太吱声 怕被罚钱 而且叶子家实在太困难 再加上按你们说的 她家两个娃都是闺女 当时在暗村里 这个情况 可不好抬头啊 我跟李叔对视一眼 突然扎莫出几分万来 叶子此前所说 他们村里 众男轻女 结合村长画里 未点名的意思 看来却是如此 一是害怕计划生育被罚款 二是担心连生 两个闺女 会被人瞧不起 所以即使家里 添了妹妹 她的母亲 也并未声张 甚至很大可能 连身边的邻居 也不知情 从村长的反应来看 便知一二 可是正当谈话 陷入僵局的时候 大娘像是想起什么 用围裙擦着手上的面粉 皱眉问 哎 老头子 你还记不记得 你拉过一回架 拉架 李叔端好纸笔 认真倾听 老村长淡掉烟灰 点点头 嗯 记得 那会儿 约莫是一九九七年的冬天 那年叶子才六岁 长根儿 哦 也就是叶子他爸 大早晨的 又喝大了 先打了他媳妇 接着又死命地揍叶子 完事还拿烟头烫他 那玩儿真是惨 小小年纪 胳膊上腿上 就被烙得全是烟巴辣 烟巴辣 我悚然一惊 慌忙掏出 那张照片递给村长 结果老村长吓得被烟枪着 连连咳嗽着说 对对 是叶子 哎呀 老大娘脸 当时比着血腥 贼吓人脸 老大娘贴了一眼 却是不敢再看 搓着手进屋了 李叔追问 那后来呢 拉架是怎么回事 长根儿那个很近 他下手没轻没重的 打得孩子哭天喊地 村里人都跑过去看了 谁劝都不听 越劝他打得越狠 拿烟烙得越多 老村长说到这儿 脸上闪过不忍 后来还是我得了信 从地里忙活着 就赶紧跑过去了 头前是我给长根儿 介绍的对象 所以他卖我一张脸 这才骂骂咧咧地停手 后来我们村的卫生室 治不了 就把满身扒了的叶子 送震上去了 大夫本来说 这种程度根本治不好 得报警了 还专门给叶子照了相 说是当成证据 但我怕这事传出去 对我们村影响不太好 我就做主把这事给摁下了 没报 老村长抹了把鼻子 就是苦了叶子这孩子 李叔听完后沉默着 却眼前一亮 突然发问 您确定 当时被打的那个孩子 就是叶子 这咋还不确定呢 村儿里的小孩就这么多 都是我们这帮乡亲 看着长大的 那还有假 老村长毫不怀疑 语气难免有些激动 李叔又问 那您看这张照片 是当时在镇上拍的吗 老村长努力挤了几眼睛 对 没错 我当时就在跟前 叶子身子底下 就是病床 我点点头 跟李叔对视一眼 很有默契地读懂了他的意思 然而村长突然没来由地念叨 就是长根儿 挺奇怪的 后来我带着叶子看完病 从镇上回来没几天 听说他贴下母女俩过日子 一个人跑出村了 到今天也没再见人 您确定吗 一直没回来 刚才我就想问 难道村里没派人找过吗 肯定找了 村长坚定点头 大俺们村男丁都跑出去打工了 能使上进的男人 也就我们老哥几个 翻着山头找了两天 实在找不见 也就当长根儿是偷摸着 跑外头打工去了 毕竟他跟邻里关系也不好 要出门也不会和谁知会议生 听了村长的话 我心觉了解得差不多 于是和李叔互相递了个眼神 向村长打听了叶子曾经的住处 拜别后便匆忙前往 路上 李叔步伐很快 嘴里也没停 你之前说 叶子连续去你那儿唠嗑了一个多月 可是有几天他没来 再来的时候 大热的天 他却穿了长袖的衣服 对 当时刚出福 而且还是阴天 闷热 没啥太阳 我还纳闷呢 为啥他要这么早就换长袖 而且整个人挺憔悴 连装都没话 说句难听的 显得挺邋遢 那你之前天热的时候 看到的叶子 是不是穿着短袖 我仔细回忆 与叶子的每一次见面 继而确信地说 我确定 他来我店里那么多次 三福天都是穿的短袖 再加上他特爱打扮 哪次出门都画得挺美 要么就是穿裙子 裙子都没袖子 不管怎么着 我敢肯定 从来没见他胳膊上有烟疤 李叔点点头 在笔记本上写下 爱打扮 没有烟疤 B 不爱打扮 穿长袖遮盖左右小臂 我看着他写完 不由地倒抽一口冷气 你的意思是 李叔在和壁之间 画了一个大大的双向箭头 我有些哆嗦 不敢相信 但脑海里突然回闪村长的言语 约莫是1997年的冬天 那年叶子才六岁 村里重男轻女 如果叶子他妈生两个闺女 会在村里抬不起头来 把被打得一身伤 胳膊上全是烟疤了的叶子 被送到镇上医院 我猛然抬头 脑海中灵光一闪 李叔笔划未停 连环发问 叶子今年多大 二十二 被打那年多大 六岁 1997年 叶子六岁 被烙了许多烟疤 众所周知 烟疤是好不了的 再小的烟疤 当兵都不要 可是十六年后的今天 他二十二岁 你见到的叶子胳膊上 却没有一个烟疤 李叔猛然合上笔记本 几乎和我一口同声地 说出三个字 双胞胎 当我和李叔站在叶子 老家门前的时候 很有默契的同时 沉默 一座明显与附近乡村小洋楼 格格不入的破败土屋 赫然耸立 门前看似小院 也不过是用杂乱树枝为成篱笆 圈出了一地黄土 此时早已无人清扫 更显荒凉 墓门一推变开 屋内弥漫着腐朽的气息 珠网垂落下来 几缕阳光顺着裂开的房顶射入 照出满地灰尘 墓之所及 家徒四壁 我和李叔环顾一圈 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兴许是叶子在离家独自闯荡前 已经将所有值钱的物件变卖 能留下的也只有一张梅烂木床 李叔边打量着四周陈列 边说 结合老村长描述的 整个象山村里重男轻女应该极其严重 而叶子的父亲在酗酒以后经常家暴 有着极端的暴力倾向 甚至做出了用灼热的烟头烫 亲生女儿这种毫无人性的事 是不是感觉挺熟悉 他说完 刻意看向我 我点头 对此嗤之以鼻 嗯 那个年代重男轻女 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 这几年还好 但就算是成礼 有的儿媳妇如果没生儿子 当婆婆的一样不待见 就更别提这信息闭塞的象山村了 按照村长说的 叶子他爸喝大了就打他们母女 也从侧面证明了一点 他爸并不喜欢他这个女孩 甚至是厌恶 再加上咱们之前的猜测 如果他的确还有个双胞胎妹妹 肯定俩都不喜欢 其实很多农村 最鬼打老婆 打闺女 都是因为喜欢 儿子不喜欢闺女 现在想想 这种观念 真他妈害人 李叔不置可否地 眨了眨眼睛 用笔头挠着耳朵 那你说 生了两个女儿 一是怕被寄生办罚款 二是怕在村里抬不起头 所以为了规避这两种风险 你说有没有可能 他们会把其中一个孩子给藏起来 我心里一惊 已然猜到李叔的意思 你是说 当时村长他们看见的 那个被打的女孩 其实不是叶子 而是她的妹妹 对 李叔停下脚步 盯着那张没烂的木床 你觉不觉得 这床挺怪 我揉着下巴审视一番 的确 整间屋子里所有的家具都没了 唯独留着这张床 如果是我要离开这鬼地方 我要么就啥都留下 等着以后回来住 如果打定主意不回来 那我就干脆啥都不留 毕竟这地方给我的回忆太痛苦了 可既然这床还留着 后边的话我没说完 李叔已然会议 于是她将笔记本 放入页下夹着 伸手去搬床腿 快 大把手 我赶忙抓起另一边 这床挺沉 我说一二 咱俩同时用力呀 来 一 二 嘿 随着枝呀刺耳的声音响起 我和李叔同时发力 虽然他明显有些勉强抬起 但还是用尽全身的力气 配合我将整张床脱离原位 墙上的灰尘经此一阵 纷纷洒洒地掉落 而一个如同井水般大小的洞 赫然出现在我和李叔眼前 此时此刻 我盯着黑漆漆的洞口 不禁头皮发麻 遍体声寒 艰难跳入洞中 打开手电的一刻 我整个人都惊呆了 只看洞口 会认为内部空间狭小 实则桌子 椅子 床 甚至还有衣柜 堪称一应俱全 而我一个身高一米八的成年人 居然能勉强直起腰 墙的边缘 甚至修得极为竖平 角落处还用木梁撑起 以防坍塌 忽山开萦绕面前的浊气 我听到李叔趴在头顶喊 下面情况怎么样 你猜得没错 我咳嗽一声 这肯定是藏孩子的地方 然而随着手电筒的灯光向里照射 我突然发现一块黄泥垒气的平台上 正盖着一层布 而在布的前方 貌似还摆放着一个碗 我看不清具体 于是走上前 仔细地打量着 发现碗中盛满了发霉的小米 继而试探着轻轻掀开布的一角 下一刻 我整个人浑身发颤 双腿打结 忍不住一嗓子 吼出声 啊 接着一屁股蹲坐在了地上 李叔慌忙询问 怎么了怎么了 妈的 报警吧 我揉着屁股 连滚带爬地攀出地洞 呼吱着粗气 将洞中所见说 给李叔 他花容失色的脸上 从震惊到恐惧 再到彷徨 伴随着复杂变幻的表情 最终死死咬着发白的嘴唇 红了眼眶 一个半小时后 三辆警车停在我们面前 带队的民警下到洞里 将一具男性遗骸拉出 用白布盖起 抬上警车 我和李叔表明身份与来意后 跟随老村长一起 被带上了警车 一路上 我们仨相顾无言 脸色异常阴沉的老村长 始终低着头 默不作声 数天后 回到市区的我和李叔 得到警方消息 经过DNA比对 发现男性遗骸 为叶子的直系亲属 正是他的亲生父亲 而骨骼表面 被利器刺入的痕迹 多达17处 经过尸检 警方初步认定 叶子父亲是他杀 且凶手极度凶残 最少用类似匕首的利器 疯狂连刺17刀 每一刀都穿过厚厚的皮肉和脂肪 直入骨骼 负责办案的民警 还留下一句十分引人揣摩的话 看来这是大仇 一般人根本干不出这事 很快 李叔将收集到的所有关键线索和资料 都打包交给了负责叶子命案的刑警 对方惊讶的同时 也迅速侦查出了结果 真相大白的那一刻 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 死的那个人 其实并非叶子 而是叶子的亲妹妹 甚至在叶子老家地洞中发现的那具遗骸 即叶子的父亲 也很有可能是被叶子亲手所杀 随着叶子在另一个城市的火车站被抓获落网 一段尘封多年 极其骇人听闻的杀人案 也随之浮出水面 经过一番交涉 李叔在看守所里见到了叶子 事后 我看到了采访片段 退下妆容的叶子 朴素地和林家女孩没有丝毫区别 面对镜头 她表现得极为淡定 和李叔的采访对话 也始终保持着一股老恋的沉着 李 后悔吗 做这一切 也 一点也不后悔 李 据你供述 妹妹是你杀的 李游呢 叶 我恨她 和小时候一样恨 李 这我没想到 你们都遭受了不幸的童年 叶 但她比我受宠 你不懂那种整天像老鼠一样 缩在角落里 暗无天日的生活 我爸其实对我比对她好 因为她嘴甜 会哄人 我妈有啥好吃的 也都是先紧着她 完事才到我 衣服也是 都是穿她穿烂的 原因是我在地窖里住 不用见人 我就不会说好听的 我老问 为什么要把我关在地窖里 我爸就说地窖里暖和 还说我是老大 得让着妹妹 其实不过比她早生两分钟 我就得让着她躲到地窖里 凭什么 现在想想 太他妈笑音搞笑了 如果真那么暖和 她怎么不在里面待着 李 所以你恨你的父亲 叶 也不能说恨吧 我就没把她当人 人能做出那种事 她不光 老打我们娘撒 还骂我猪狗不如 经常喝醉了 就念叨 生再多闺女 也不如养个男孩 她就是那种 一心想要男孩 把女孩看成 没孕的人渣 你没在我的成长 环境里生活 根本理解不了 她对生男孩的执念 到底有多深 我恨不得想说 她就是个变态 她把我关起来 也不是为了躲什么寄生办 就是因为她觉得 投胎是闺女 在我们村里 这就是天大的晦气 见谁都抬不起头来 她不想 让别人戳自己挤两股 就干脆把我藏着 她还跟我妈洗脑 说如果不藏着我 寄生办的人 发现了肯定会罚款 简直是放屁 你说可不可笑 有一回 她喝得很醉 耍酒疯 我妹妹 被她打得进了医院 我在地洞里躲着 听见外面全是人 当时我就想 不顾一切地冲出去 告诉他们长根儿 还有一个闺女 天天跟鬼一样 被关着 更想让全村的 父老乡亲都知道 她长根儿 就是个生不出 儿子的窝囊肺 可我妈 把地窖给堵上了 上头还压着床 我力气太小 实在推不开 可我有嗓子啊 我就喊 发了疯的喊 后来长根儿进来了 拉开床 钻到地洞里 按着我的头 把我裤子脱了 拿着皮带就抽 一边抽还一边 咬牙切齿地问 在叫 你在叫 我就死命地叫 越叫她越打我 后来我就没劲了 我妈从来不拦着 她心疼我不假 但她更怕我爸 我被打得疼晕过去 醒来发现 我被捆着 扔在地窖的床上 我爸坐我跟前 醉熏熏地抽烟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我永远忘不了 她跟我说的那句话 李 什么话 夜 她说 要不我把你埋了吧 早晚留着也是个祸害 笑 李 沉默 那她这么做了吗 夜 当然没有 她来不及的 因为那天晚上 她喝大了 我趁她睡着 拿出我们家原先那把敲钉的榔头 叶子停顿 露出满含深意的笑容 却令人不寒而栗 李 欲言又止 当时 你多大 夜 六岁 刚学会那谁的诗 一行白路上青天那个 还是我妹妹从学校回来给我念的 李 之后呢 夜 之后 我妈突然醒了 把榔头给我夺过去了 她知道 我想干什么 但她一句话都没说 而是绷着死灰色的脸 把妹妹和我推出屋 接着她把门锁上 我隔着门板 就听见屋里传出榔头砸的崩崩响 一下又一下 我这时候就明白 我妈 那个受了一辈子窝囊气 挨了大半辈子毒打的女人 终于爆发了 再接着 就是处理尸体呗 本来长根儿经常喝醉了骂街 搞得我们家跟全村关系都不好 少一个长根儿不算啥损失 压根没人在意 正好家里有地窖 我干脆帮着我妈 把她放到窖里了 林了她还摆了一碗小米 说这样能震魂 还能屈血 大笑 李 神情严肃 那你妈后来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夜 还能说什么 我妈本身就是木讷的乡下女人 一辈子没读过书 大字也不识几个 她只是哭了一夜 第二天 什么也没跟我说 后来就病了 连活也干不了 脑子也糊涂了 老觉得自己只有一个闺女 家里终于我说了算 李 可妹妹呢 妹妹后来不是被老村长领回家了 夜 既然你提到老村长 那老东西其实最坏 他一心想打我妹妹的主意 我有一回见他逗小男孩玩 用手摸小男孩的下面 后来我进了城才发现 好像差不多年纪的老头子 都一个德性 他把我妹妹领回家的时候 我妈让我藏到地洞里 别让他看见 我就听见他调戏我妹妹 晚上的时候 我被我妈放出来了 我说我要杀了他 我现在谁都不怕 谁欺负咱 我就跟他科命 我当时真正想的 给我一把刀 我能把老村长的头朵消音 但我妈哭着拦我 我动摇了 但从那以后 我说话好使了 你能相信吗 他们俩都听我的笑 我就跟我妹商量 我们俩轮流到洞里藏着 如果哪段时间 寄生伴的人来检查 那几天让他都在外面 不过我压根就是骗他的 寄生伴的人也不会管俩闺女 尤其还是双胞胎 原则上说我和我妹 根本不算超生 长根儿不懂法 也没文化 一开始还真的以为 俩双胞胎闺女就会罚款 老拿这事数了我 说我竟给家里招没孕 可后来 我发现我真是太喜欢外面了 所以我就不让妹妹出来 我在外头疯完了好长时间 也该让她尝尝我的难受了 李 你不觉得妹妹和你父亲的遗体 待在一起会害怕 叶 她当然害怕 所以直到成年 精神都不太正常 可能 欲言又指 她待的时间比我长吧 从七岁那年开始 一直到十五岁 整整八年 她吃喝拉撒都在地洞里头 我妈疯了以后一直以为 我妹妹在我很小的时候 被送人了 死之前的那晚 她已经意识迷糊了 还嘱咐我 无论如何 一定要找到妹妹 其实妹妹就在她床底下 她却不记得了 笑 礼 这种情况 她可能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症 叶 老年痴呆呗 整这么阳气 你这么一说 可能还真是 后来她都叫不出我名字了 有时候叫我小花 有时候又叫我小叶 好几次都这样 我当时小 单纯以为她是糊涂了 礼 后来呢 你们怎么从村里出来了 夜 因为我妈走了 她实在熬不过了 大清早宴的气 我早上起床叫我妈 她没理我 我过去一探鼻子 才知道她走了 我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 把它葬在后山上 山上有渠 村里人挖的 风水先生说 那位治好 我说 那就埋这儿吧 之后 我就连夜带着妹妹出来了 我们俩先在南边 我一边打工 一边照顾她 慢慢的 她见多了大事面 脑子有点灵光了 但有一回 我在广州打工 半夜留她自己待家里 被偷东西的给强奸了 她精神又不正常了 说实话 当时我挺心疼的 啥都没有 还有身子 身子也没了 那就真成了傻子 再过一段时间 她逃了 我也找不见她 全当她死了 只是没想到 我刚到这边 就又遇见她了 可能这真的是命吧 苦笑 但这回 她又染上了毒瘾 见面也不管多久没见 张口就跟我要钱 我说我哪有钱给你 我说 你要没地儿住 我可以给你租间房子 完事就在我隔壁 我给她租了一间屋 但她一回都没去住过 反倒有天夜里 她偷摸地来找我 她威胁我 说如果不给她钱 就去派出所举报 我和我妈杀掌哥藏尸那事 当时还掏出来小时候 拍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就那张全身净是扒拉的 说这些伤都是她替我受的 所以我就应该给她钱 弥补她的创伤 晃着那金镯子张口闭口 说咱俩可是亲姐妹 这时候良心发现了 真他妈消音悲哀 无嘴仰头 这么多年 我努力再让自己变平和 我老觉得自己人格上 有很大的缺陷 出来闯这么多年 也没攒下钱 也没交几个朋友 所以我一开始就算心里恨 但我还是跟她说好话 没想到那天凌晨 她带着一帮贩毒的 趁我下班堵住我 非得跟我要钱 当时就离那家金店不远 我还写了字条 想扔给金店老板 那帮杂碎一看 我们俩长这么像 就动了歪心思 抢拉硬拽着 把我拖上车 拉到六里河那边 给强奸了 我被扔在香道上的时候 我咬着牙发誓 这些都是我妹造成的 我一定得杀了她 李 所以你找人动的手 夜 是 但我想了一夜 我觉得这么多年过来 她也挺可怜的 但我不能白受伤害 我还是得让她受到惩罚 所以我就想着 找人搞搞她就行 正好我有几个熟客 都是本地混社会的 他们有个带头的 经常打我的主意 但我咬死了不出台 他们也没辙 那天我就联系她说 我说你帮我一个忙 我陪你睡 睡到你爽 而且帮的这个忙很简单 找几个人强奸我妹妹 她听我说完 当场就愣了 还问我是不是傻了 我问你是不是不敢 我一击她 当夜她就带着人去了 可我没想到 这几个人太狠了 愣是把小花给搞死了 这事是我失策 但我 目露凶光真的不后悔 李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夜 挠头民警大哥 能给根烟吗 回老里之前 我想再抽一根 行吧行吧 采访不给抽 那我就再补充一句吧 我想祝全天下 重男轻女的傻逼 段子绝孙 卫生 我关掉了电视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叶子的事 已经传遍街头巷尾 人们谈论的重点 终于不只是 叶子特殊的职业 与她妹妹惨烈的死状 而是围绕 核心矛盾 多了几分讨论与唏嘘 李叔的专题报道 也在社会上 掀起了轩然大波 各路媒体 针对叶子的案情 以及重男轻女的 传统观念 大叔特殊 引发了舆论的 强烈反响 度过了一段 喧闹的日子以后 人们似乎又很快遗忘 生活重新归于平静 这天下午 我站在店门前 看着熟悉的大奔 缓缓停下 李叔推开车门 手中拿着一封信 神色阴晴不定地 向我走来 叶子被处行前 叮嘱一定要交给你 我接过信封 怀着沉重的心情 拆开来读 叶子开篇 表达了对我的感激 原来他一直把我当朋友 还说认识我感觉很幸运 更调侃说 如果不是自己身上 那么多事 可能还会跟我出对象 我读到这里 点着了一根烟 伸抽一口 接着往下看 原来第一次 他拿来镯子的时候 是真想出手给我 但想了想 觉得这是母亲留下的 也就作罢 第二次来找我的 其实是他的妹妹 那段时间 妹妹一直跟踪叶子 知道她住哪儿 在哪儿工作 后来 向叶子要钱不成 但看见叶子 认识我这个倒腾黄金的 就想把身上 唯一值钱的物件 也是母亲唯一的遗物 倒卖了患毒资 所以 关于第二次 为何我会觉得叶子 神情异常 像变了一个人 乃至他说 急需用钱 也全都有了 合理的解释 至于那张 字条上的半句话 是他被妹妹 带来的毒贩子 堵住以后 找机会写的 但不等他写完 就被拽上了车 眼睁睁看着 我的店面 越来越远 直到此时 我才恍悟 原来他字条上的 后半句 其实根本不是 请一定要帮我 找到妹妹 而是 金店老板 请一定要帮我报警 我心里百转千回 凝视着这封信许久 最后 我看到叶子 写了一段话 纸面上 更有几滴干涸的水印 恍如叶子落笔时 流下的泪珠 字里行间 因而真挚 我人生最快乐的一个月 就是坐在你面前 碰着盒饭 跟你唠嗑 只有这个时候 我才能忘记 之前的不幸 才能忘记 我晚上还要陪酒 才能忘记 所有的不快 做这一切 我从不后悔 但我后悔 没法再跟你相见了 阿浅 这是我第一次 这么叫你 往常我都是叫你老板 你也总爱笑 对不起 阿浅 我是一生都在 被人嫌弃的叶子 我终于 要回到风里了 我 中文字幕——YK